1973年丁盛接替许世友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为何不久后就被停职查办? 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根据命令,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同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进行了对调。 丁盛是一个1930年就加入了红军,193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将。 丁盛在他的整个军旅生涯中,先后参加了长征、百团大战、保卫四平、辽省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丁盛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凭借卓越的功勋,丁盛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9年,丁盛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成为了为数不多执掌过军区的开国少将。 后来到了1973年,丁盛接替许世友,成为了南京军区的司令员。 丁盛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荣耀的一生,战功赫赫的一生。 他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为捍卫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可晚年的丁盛却被革职查办,开除了党籍。 1999年,86岁的丁盛于世长辞之后,他的追悼会不能叫老红军,不能叫将军,甚至不能叫同志,只能以丁盛老人称之。 那么晚年的丁盛,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曾担任过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他,为何会被革职查办,开除党籍呢? 本期视频,馆长带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事,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点下关注,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也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1913年,丁盛出生于江西省渝都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年时期便饱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丁盛在无尽的苦难中长大,少年时期他放过牛羊,在地主家做过长工,十分痛恨地主,可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能做什么呢? 丁盛为了活下去,只能咬紧牙关忍耐,生活暗无天日,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下,丁盛没有被打垮,看惯了人间疾苦的他,十分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全中国受苦受难的农民们的命运。 1930年,丁盛17岁了,这一年丁盛亲眼看到了红军队伍打地主,分土地,拯救贫苦农民的过程,这是丁盛一直以来最大的愿望,他了解到红军队伍是真正为了人民的队伍之后,便对加入红军产生了强烈的渴望。 之后不久,丁盛如愿加入了红军,成为了一名勇敢的红军战士。 战场上,丁盛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不畏牺牲,革命信念十分坚定,凭借自身出色的表现,丁盛得到了组织的认可。 于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就饱受地主压迫的丁盛,深知地主的危害,于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丁盛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在每次战斗中都表现得十分勇猛。 同时,丁盛还有着过人的军事天赋,并很快展现了出来,1934年,丁盛被提拔为红28军作战科科长。 要知道,丁盛在加入红军之前只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一个农民,他能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内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变成一个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科长,可见其能力有多么出色。 之后,丁盛跟随队伍参加了长征,长征结束后,丁盛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抗大学习深造,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学成归来的丁盛成为了部队中的骨干,担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政治部的助理员兼科长。 期间,丁盛参加了百团大战,表现十分出彩。 抗日战争时期,丁盛多次立功,率部连战连结,打了多场胜仗,但因为丁盛打得大多都是小仗,所以名声并不是很响。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丁盛才开始大放异彩,将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1946年,丁盛担任第四野战军第24师师长,来到林彪麾下之后,丁盛表现得十分勇猛。 在四平攻坚战中,丁盛赶赴前线指挥作战。 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丁盛和战士们并肩作战,迎难而上。 之后,丁盛又率领第24师参加了辽省战役,平津战役,履历其功。 1949年,丁盛率部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 在取得渡江战役的大劫后,丁盛率部直插两湖地区,参加了恒保战役。 1949年9月至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对湖南衡阳、宝庆地区的国民党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当时我军面对的敌人是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玺,手握几十万大军。 但丁盛没有丝毫的畏惧,他率部勇猛进军,尽职朝着白崇玺集团杀了过去。 当时林彪下达了原地集结的命令,可丁盛所率领的部队, 因为还没来得及布置电台,并没有收到林彪发布的命令。 这导致丁盛的部队一路孤军深入,直插敌军腹地。 很快,丁盛所率部队就被敌军的五个师包围了。 丁盛临危不乱,奇迹般地打散了白崇玺集团,这为我军歼灭白崇玺集团主力创造了有力条件。 丁盛的名声就此打响,有了丁大胆这个外号,丁盛在恒保战役期间的表现的确很大胆。 他率部孤军深入敌军腹地,换成其他人谁敢这么做? 恒保战役期间,我军共揭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了湘南、湘西大部分地区,为接下来我军解放华南、西南等地区创造了有力条件。 恒保战役的胜利十分重要,影响深远。 而在此战役中立下其功的丁盛,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9年,中国终于迎来了人民期盼已久的独立和解放,新中国成立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国家还很贫弱,西方美帝对新中国虎视眈眈。 1950年,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美军战机轰炸了中国东北的领土,中国领导人向美国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但是美国非但没有停止危害中国的恶行,反而变本加厉,中国被迫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 丁盛担任第54军首任军团长,率军赶赴朝鲜,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作战。 1953年7月13日,京城战役打响,丁盛率部重创了南朝鲜军首都师第六师和第八师,共歼灭1.4万余人,战绩十分辉煌。 随后,丁盛又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共歼灭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5.3万余人,收复了160余平方公里的阵地。 其实,在京城战役打响之前的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已全部达成协议。 可南朝鲜的李承晚集团却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了2.7万余朝鲜人民军,其中还有50名中国人民志愿军。 甚至李承晚集团还宣称南朝鲜准备单方面继续打下去,意图破坏停战的实现。 为了达成最终的停战,志愿军决定再给南朝鲜军一次打击,于是志愿军很快就发起了京城战役。 此战确保了停战的顺利实施,此战打完之后,停战协议已基本落实。 京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后一次战役,发挥出色的丁盛回国之后,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之后,丁盛先后担任了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以及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之后,中国还没有安稳多久,又被迫打响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当时,军国主义势力疯狂膨胀的印度,屡次挑衅中国,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 印军不仅越过中印边境线,非法侵占了中国的领土,甚至还屡次主动挑起军事冲突,打死打伤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数人。 中国为了维护和平,一直保持着最大的克制和忍耐,希望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中印的纷争。 但印度却错把中国的忍让,当成了软弱,不仅没有停止恶劣的侵略行径,还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了多个军事据点,其意图挑起战争的意味甚浓。 见和平谈判已经无望,中国领导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62年10月决定对侵入中国领土的印度军队进行反击。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出色的丁盛,再次率军赶赴前线,与印军展开了作战。 丁盛率领第54军第130师入葬之后,直接把指挥所设在了前线,以便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战场的局势。 丁盛作战十分勇猛,他指挥第130师直接与印军主力第4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双方在瓦弄一带交战,打响了著名的瓦弄之战。 瓦弄是中国西藏自治区林芝市茶余县东南部的一个小镇,地处喜马拉雅山南路,多山多谷,地势十分复杂。 经验丰富的印军山地师凭借地势优势,不断向我军发起猛烈的进攻。 丁盛面对敌军的进攻,从容不迫地制定战术,指挥第130师平分两路,直插印军后方。 我军的战士们在丁盛的率领下各个作战勇猛,展现出了远超印军士兵的强大的战斗力。 此战,丁盛率部直接击溃了印军第4军,并歼灭了印军三个营,俘虏了敌军的旅长。 瓦弄之战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最后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结束后,丁盛名声大震,能在地势不利的情况下打出如此漂亮的大胜仗,可见丁盛的军事才能有多么出色。 1969年,立下赫赫展宫,为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丁盛,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 四年之后的1973年,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随后,毛主席下达命令,要求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在十天内完成对调。 随后,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室友,同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进行了对调。 丁盛就这样当上了南京军区的司令员。 论能力和战功,丁盛无疑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 可是在政治方面,缺乏经验的丁盛得罪了不少人。 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丁盛曾在一个上海饭店,与徐锦言、马天水、王秀珍三人进行了会面。 要知道,这三个人可都是上海有名的反动派,丁盛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手握军政大权,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将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1977年,丁盛被革职查办,五年之后被开除党籍,彻底离开了军队。 之后,丁盛被迫离开部队,过上了清闲的晚年生活。 组织虽然开除了丁盛的党籍,但很照顾他的生活。 晚年丁盛的生活水平保持在郑师级干部的级别,每个月有150元的生活费。 他曾多次申诉,希望能够恢复党员身份,但都遭到了拒绝,直到1999年,丁盛于世长辞,都再也没能入党。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在了解过丁盛的事迹之后,内心有没有什么感触呢? 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不要忘了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精彩内容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